成龙元彪洪金堡 我们是家河山堡 我们这个公共里两三个 埋不了我身的 你没有看过我那个时候的身材 曾经在一个擂台 一个人对七个 轮流地跟我打 我叫气带 我可以打七个人 打下擂台 打完了我还站在那边 再来 我还跳绳 还跳绳 在那个武行界 他们叫我喝牛血的 我在三楼就 一个跟楼就翻下去 机器就摆在前面 我要跑到机器先练 演戏 那些武行啊 武术知道了 都是替身王 一百个武行当中 没有一个人的身手 可以比对了我 我真的是很灵活 不是假的 因为我们从小练功了一下 这种妖魔 你们没有动得我快 我常常跟他们 那些武行 公家班那讲 不要看你身材好 我能来的你来不了 2015年1月14日 袁彪女儿下一波出嫁 没有奢华的婚礼舞台 没有余计的长枪短炮 甚至袁彪连朋友们都没通知 但是成龙来了 红金宝来了 袁彪来了 张学友来了 杨寿成 林建月等人也来了 好友们纷纷登台 为新人送完祝福之后 思宜请袁彪致辞 袁彪祝福完女儿和女婿之后 韩磊披露 今日小女于归出嫁 多谢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多谢大哥 红金宝 他帮我讨了一个好老婆 多谢Jacky 成龙 让我替他拍了很多电影 开心 感动 袁彪这段话透露出了两个重要信息 一他帮成龙拍了很多电影 二红金宝帮他讨老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带着这两个问题 我们来聊一聊一代功夫巨星 袁彪 袁彪在师兄弟中年纪较小 在七小福中是入学最晚的一个 学外戏之后 由红金宝领入行 主要在片场做些杂活 七十年代 李小龙崛起 彼时十三四岁的袁彪经红金宝推荐 参演了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 《龙争胡斗》等 与此同时 红金宝开始系统的 教袁彪武术指导的相关的技能 比如在《跆拳镇九州》 《河契岛》《肥龙过疆》等电影中 五指为红金宝 副五指为袁彪 两人彼时跟着的是余战元的女婿韩英杰 成龙彼时在做什么呢 他跟的是罗维 此处暂且暗住不表 本来李小龙准备带着陈慧毅 林郑英 袁彪等人一起闯荡好莱坞 但却因为李小龙的意外去世 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 1978年 好莱坞导演罗伯特 高洛斯拍李小龙一座死亡游戏 袁彪和红金宝一道出演 之后 两兄弟的发展轨迹 发生了一点变化 红金宝从《三德和尚》与《充米六》开始 拿起了导筒 袁彪在家和拍了《密宗圣守》 《少林门》等影片 也出演过黄峰 吴宇森等导演的作品 两兄弟这时期 红金宝当导演也不是很顺畅 袁彪当演员也并没有大红 某一天 红金宝找到了袁彪回来帮我吧 做人梦想要大 胃口也要大 敢做敢拼 总有出头之日 两兄弟一拍即合 袁彪首次担当男主角 出演红金宝导演的杂家小子 票房口碑双丰收 红金宝和袁彪都打响了名号 眼见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成龙 红金宝 袁彪三兄弟开始抱团合作 师弟出马 快三车等爆款电影 不仅在香港引起轰动 还打进了日本市场 当时三兄弟在日本火到什么程度呢 成龙和袁彪两位动作演员 竟然都在日本发行了音乐专辑 要知道当时乐坛闯进日本的歌手 也仅仅邓丽君 翁茜玉 王杰等屈之可数的几位 连双七亿人许冠杰都没做到 眼见师弟袁彪的事业已经平稳 红金宝开始操心起袁彪的婚事起来 这个小兄弟跟成龙 原话他们不同 从小就害羞 内敛 连跟女孩子说话都不敢 更别提坦恋爱了 1982年 红金宝找来了保险业务员彭秀霞 和陈勋奇 吴耀翰等人一起拍《低防小手》 在这部电影中 红金宝不仅让袁彪担任动作指导 还让他手把手地叫彭秀霞演戏 一个非科班演员 红金宝为何请他拍戏 又为何让袁彪手把手地教他 他是想极力撮合这一对 果不其然 1983年袁彪和彭秀霞结婚 袁彪出生名门 颇具有书生气被誉为如侠 他跟于战员学习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跟于战员是至交好友 另一方面本身是他对戏剧有兴趣 所以进入娱乐圈完全是个意外 戏剧没落了 电影兴起了 进入影视圈之后 袁彪也并非是想当演员 他只是跟着红金宝做幕后工作 李小龙大火的时候 红金宝在做武术指导 成龙还没有成名 袁彪只有十三四岁 一开始李小龙看中的是成龙 想带着成龙一起拍电影 可成龙大哥毕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怎么可能安心做绿叶演员呢 于是 李小龙原本请成龙参与的精武门 龙争虎斗 甚至一座死亡游戏等 成龙大都一股脑的推荐给了自己的师弟袁彪 这是袁彪口中说替成龙拍电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小龙去世之后 成龙强势崛起 但成龙彼时被罗伟的霸王条款牢牢捆住 有几年的时间一直都在中国台湾拍戏 当时袁彪被成龙邀请去台湾 帮了他一两年 直到红金宝邀请袁彪拍杂家小子的时候 袁彪才回归家和 袁彪和成龙 红金宝三兄弟互相帮忙 只是彼时香港影坛的一个缩影 拿红金宝来说 同行出导先跟韩英杰 后跟梁绍松和雪二牛 早期为电茂 邵氏两家电影公司做父五职 后期在家和独挑大梁 靠的是不仅有自己的努力 还有前辈的提携和同藏帮衬 当时的罗维和孟华 岳峰 成刚等人拍戏启用韩英杰 韩英杰又把七小夫一个个领进行 成龙 红金宝 袁彪等人后来 或是组建自己的班族 或是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 前浪后浪交替 共同缔造香港电影的辉煌 其实 整个中国娱乐圈也是如此 比如范伟和冯远征在天下无贼中一次客串 成为经典 冯小刚在周星驰的功夫中一个露面 至今仍然为影迷津津津乐道 更不必说香港电影中那些经典的帮忙了 到如今 人们习惯性的将娱乐圈分为京圈 户圈 西北圈 港圈 圈来圈去 大家进水不犯河水 却也卷成井底之蛙了 所以香港电影的辉煌是有原因的 没落也是有原因的 华语电影崛起 走向国际 任重而道远 娱乐圈只是一个圈 洪金宝帮原彪陶老婆 原彪帮成龙拍电影 表面上是帮别人 实则也是帮自己 一支独放不是春 百花旗放春满园 期待华语电影的春天早日到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